各位学弟学妹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母校,树仁中学。 我初中开始就一直在树仁中学就读,我和树仁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, 我也非常谢谢学校对我六年的培养,也非常欢迎大家选择树仁中学。 坐下成为一名艺术生的决定,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同学来讲,都是需要勇气的。 也许你们并不知道艺考有多么残酷,又或许你们已经知道了。 但你们愿意放手一搏,不管怎样,只要决定去做,就要对自己充满信心。 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,同时,树仁中学也会竭尽全力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最贴心的帮助。 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地认真负责,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,真心希望同学们好。 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这所很小,但却充满人情味的学校。 作为一名艺术生,最重要的,当然是学好自己的专业,但千万不能认为文化课对你们就不重要。 相反的,在抓好自己专业的同时,你们还需要兼顾好文化课程,对于两者都一定要全身性地投入。 这三年的学习,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路上的阻碍很多,学艺术的生活更是诱惑多多。 一不留神三年浑浑噩噩很快就会过去,千万不要迷糊到最后,才后悔自己没有早些醒悟。 所以建议学艺术的同学们,一,付出比同学更多的专注和时间放到学习上,要始终记住,我们学习的时间比别人少很多。 二,学习要趁早进入状态,高一开始就不能懈怠,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高二和整个高三上,我们缺失的时间正好是别人发力的时间。 三,没有好的基础,不要指望高考最后冲刺会有太大的效果。 四,学艺术看似简单,但要真正学好艺术,其实是非常辛苦的。 大家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行。 当然,中学生活不只是充满了学习,你们需要参加各种活动、社团,锻炼自己的能力,偶尔将自己从紧张的氛围中放松出来。 当你迷茫,当你倍感压力的时候,你们可以放心地告诉老师,他们一定会给你提出好的建议。 死读书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,重要的是提高学习的效率。 所以,一定要学会适当地放松,拥有健康的身体和保持良好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。 今天,你们选择了数人,也就是选择了努力奋斗的人生。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够全力以赴学习和训练,要做就做到最好的自己。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取得更突出的成就,未来争取成为母校最大的骄傲。 加油,未来我们一起未效争光。